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与德国副总理兼财长会晤 希望中德切实推进务实合作 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方愿在严肃 平等 诚信的基础上 通过谈判磋商来解决经贸问题 同时我们也会坚决地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就对特朗普关税言论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经贸互利共赢 中国将坚决捍卫权益 乌克兰从明天开始 在接壤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实施30天戒严令 朝韩铁路对接项目启动 韩方已提出考察时间表 正等候朝方回复 十序直动车区头条新闻 由五粮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中国的五粮业 世界的五粮业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中欧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对西班牙展开国事访问 他到访前在西班牙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希望通过这一次访问 同西班牙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 共同传承中西友谊 深化两国互利合作 习近平在名为 阔不迈进新时代 携手共创新辉煌的署名文章中指出 中国和西班牙在1973年建交 45年来历经国际风云变换考验 中西双方始终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也是西班牙进行宪法改革40周年 中西在新时代加强合作 统解时代命题 共谋发展大计 是历史赋予两国的新责任 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同西班牙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 共同传承中西友谊 深化互利合作 为中西关系开启一个更加美好和辉煌的未来 第一 要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夯实双边关系政治基础 第二 要加强两国发展理念交流和战略对接 做好双边关系发展顶层设计 第三 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 拉紧双边关系 利益纽带 第四 要扩大两国人文交流 厚制双边关系民意基础 第五 要密切两国国际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 繁荣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 西班牙是中方在欧盟内的好朋友和好伙伴 中方希望并相信 西班牙将继续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 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方期待同西班牙一道努力 携手谱写中西关系新篇章 开创属于两国人民的美好未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西班牙驻华大使德斯·凯利尔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期待习近平这一次的访问 能够进一步加强中西友好合作 今年是中国与西班牙建交45周年 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3周年 西班牙驻华大使德斯·凯利尔表示 期待习近平访问西班牙 可以加强两国的合作 德斯·凯利尔又指出 中国与欧盟在许多方面都有合作 而且都捍卫多边主义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双方也有许多共同的利益 他强调西班牙将会是推动 中欧关系向前发展的可靠国家之一 德斯·凯利尔同时指出 中国表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 将为西班牙企业带来商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有关习近平出访的更多消息 马上无音连线 本台特派西班牙财本记者曹杰 好 曹杰有关习近平即将抵达 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如何 是的 楼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些时候 就会抵达马德里 因为这次距离中国国家元首 上一次来访西班牙 已经过去了13年 所以西班牙方面非常重视 习近平这次的到访 西班牙国王菲律佩六世 晚些时候会在他的马德里王宫 设下欢迎宴会 欢迎习近平一行的来访 而西班牙社会各界人士 也会受邀出席 在访问期间 习近平还会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西班牙国会参政两院议长 等当地的政要会面 另外西班牙方面也希望 通过这次高访的机会 能够加强与中国的政治互信 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交流的机会 那在西班牙方面看来 就希望有更多的西班牙商品 西班牙的服务业 未来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市场 那外界非常关注的就是 这次习近平来访西班牙7000 是不是能够帮助西班牙与中国 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上 找到更多的合作机会 另外如何共同的开发第三方市场 因为我们不知道 西班牙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欧盟国家 同时通过西班牙语 也影响了世界更多的地区和国家 像是在南美地区 西班牙就有很强的影响力 所以外界也在关注 这次习近平到访期间 双方是不是能够通过 一系列的合作协议的签署 能够共同的开发 世界更多地区的国家的市场 能够帮助中国与欧洲的国家 在全球化的市场上 找到更多的合作供应的机会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马德里 当地的观察报道 好 谢谢陶吉 来自马德里的报道 初期中欧经济高级别 会晤汉堡峰会的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昨天与马德里副总理兼 昨天与德国副总理兼财长 夏尔茨等官员会晤 他表示中德双方应该充分发挥 互补的优势 扎实推进务实合作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在德国柏林 与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夏尔茨举行会谈 刘鹤表示近年来 中德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双方应该充分发挥 互补优势 利用好现有对话机制 扎实推进务实合作 照顾两国和两国人民 刘鹤指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欢迎更多德国金融机构 来划投资和开展业务 也希望德方关注中资银行 在德国开展业务情况 刘鹤强调 中德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 应该共同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体制 又指只有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基础上通过磋商 才能够解决世界贸易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 夏尔茨就表示 德方希望进一步加强 与中国在经贸等领域合作 又指在当前世界贸易气氛紧张的情况下 中德在金融等领域合作 取得务实进展 可以共同向欧洲及全世界发出积极讯号 刘鹤又与德国经济能源部长 阿尔特迈尔会面 刘鹤表示 中方希望看到更多德国企业来华发展 愿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 为德国企业创造更好环境 阿尔特迈尔表示 德方继续欢迎中国企业来得投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欧经济高级别会议汉堡峰会 在当地时间26号 与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开幕 德国前总理汉堡峰会的荣誉主席 施罗德在开幕式上致辞 他强调 目前国际环境不稳定 中欧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连接更为重要 汉堡峰会每两年定期举行 旨在为中欧之间搭建公开对话的平台 促进双方经济合作与发展 中国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欧洲如何重新平衡 以及加强全球贸易关系 和中欧投资合作成为今年汉堡峰会的重点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一中 发表了开幕致辞 肯定了中欧之间经贸关系发展稳定 双向投资持续喷升 而在当前全球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 应当加大创新 以数字化引领中欧经贸合作发展 中国作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 中欧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升级 将会带动欧盟的经济复苏和就业的增长 我们双方应该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 谈判早日完成 鼓励双边投资增长 为全球经济回暖注入新的动能 德国前总理汉堡峰会荣誉主席施洛德 也在开幕式中发表讲话 再次强调了目前不稳定的国际黄金 包括美国在那的一些国家挑战国际规则 因此中欧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连结就更加重要 而中国正在修建从陆路海陆以及网络维度上 沟通中欧的走廊 而德国也非常欢迎这样的机遇 这些想法会让自由世界抵抗 到新的高度 新话题节目中请到视频留言更新先生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点评 更现对于习近平这回对西班牙的国事访问 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您的评价 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西班牙 是我们中国元首时隔13年 这样一个访问 所以很重要 而且正好又是中西建交的45周年的纪念 所以这次我们中西两国关系 对中欧关系 对于全球坚持多边合作的这样一个体制 都具有着比较积极的影响 我们中西之间的中国和西班牙的关系 具有着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我们在政治互信的 这样一个政治共识的这样一个关系上 就明显的在整个中国和欧洲的 其他国家关系当中 显得比较中西关系就显得更突出 我们在相互之间的一些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都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 坚持自己独立的走自己的一个发展道路 国内的统一和稳定 我们都给予了很大的相互支持 比如像西班牙现在也比较头疼 像加泰的问题 包括像比如说我们中国 现在我们搞这个一带一路建设 这个西班牙方面也表示了非常积极的一个 非常坚定的一个支持和参与的态度 它又是我们亚投行的一个创始会员国 同时我们在现在世界上 这样一个反多边体制的这样一个逆流当中 西班牙是欧洲国家当中的 也是一个很突出的 坚持在全球不仅在欧盟合作的问题上 而且在全球坚持多边合作 在这个问题上立场非常坚定 另外我们中西两国的经贸关系 当然是非常的具有互补性 我们去年的经贸额达到了310亿美元左右 而且在各种各样的在经贸 在这个金融 在这个比如说农业 能源等等各种各样的合作之外呢 特别是第三方合作这个问题上 刚才我们的记者也 在前方的记者也报道了这样一个情况 特别在法语国家的 在过去的这种 在这个西语国家 在西班牙有影响的 像这个拉美北非中东 特别在欧盟 那就更不用说 在欧洲就更不用说 我们具有着非常大的中西合作的这样一个空间 特别是基础建设 这方面啊 所以呢 可以乐见这次 习主席访问西班牙 一定会在双边关系 乃至促进中欧关系 和促进全球 坚持多边合作的这个几个方面 都会发生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 好 谢谢更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根据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接受中方的建议 推迟下调关税的可能性很低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方愿意在严肃平等 诚信的基础上通过谈判磋商 解决经贸问题 日前有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方应当接受美方的提议 开放市场 也说会根据在G20峰会期间 双方会谈的结果来考虑关税降低问题 对此更爽表示 中方一再强调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同时也会坚决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中方一再强调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方愿在严肃 在严肃平等诚信的基础上 通过谈判磋商 来解决经贸问题 同时我们也会坚决的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更爽也说 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 就中美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两国元首同意要推动中美经贸问题 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他说目前中美经济团队正在保持接触 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也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 两国元首在通话的时候 11月1日通话的时候 一致同意 要推动中美经贸问题 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而且我理解 两国元首也只是双方的经济团队要加强接触 而目前双方的经济团队也确实正在落实 两国元首的有关的共识精神 放黄卫视 陈其王磊北京报道 下集会关注到的是 俄乌海上冲突事件持续发酵 罗方指普京将在未来几天就事件表达立场 美军司令表示 美韩将在朝鲜半岛以外展开更高级别的军事演习 中韩省长知事会议在北京举行 首尔市长确信中韩关系会更为紧密 市中车这一站国际专列 乌克兰的海军25号在克制海峡与俄罗斯发生冲突 乌克兰国会在昨天通过了总统波罗申科所提出的30天戒严令 明天上午开始在接壤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实施 这也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首次发布戒严令 一起看看本台记者从乌克兰基辅发会的报道 老胡说 每个人都认识, что Порошенко хочет отменить или перенести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срок выборы 去 address this issue, Ukrainian Parliament adopted special resolution, confirmed the date for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 так, воинский стан необходим, но нужно сделать все защитники, чтобы он не дав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ладе узурповать ее на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Президент Порошенко said to critics, he will not use his emergency powers to fight political opponents before elections he will use martial law in case of full-scale armed aggressions against Ukraine Оголошение воинного стану буд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но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в случае надзем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агрессии Если, дай Боже, wspól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нам удастся уникнуть этого сценария Я наголошую, как президент и как вверховный голо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сил Украины Не будет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прав Не будет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свобод According to the law, your president have a right to call mobilization of military reservists without consultation with parliament Same day,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put in the full combat readiness Now center of the Ukrainian capital is heavily guarded with the police forces and military But all these events did not lead to serious disruptions of life for ordinary citizens Martial law not means confrontation with Russia, but more security and defense measure inside the country Алексей Коваль, Юрий Белагаловский for Phoenix TV from Kyiv Ukraine 俄罗斯总统新聞秘书佩茨科夫在今天警告 乌克兰实施戒言令将使得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进行不升级 但他认为俄罗斯边防人员已经控制了犯禁者 因此普京总统没有必妙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直接对话 而普京将在未来几天就事件表达立场 佩茨科夫表示普京从事件一开始就从额边防部的人员及相关部门获取详细信息 实际成熟的时候包括在阿甘廷出西二十国集团峰会时 普京会就乌克兰船只在克施海峡附近的事情做出详细解释 对乌克兰在国内部分地区实施战时状态 佩茨科夫认为这决定或导致乌东冲突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他说侵犯俄罗斯国境的乌克兰海军的命运取决于法院的判决 而不是由克里姆林宫来决定 二十五号事件发生后 何以救乌克兰海军的行为进行刑事立案 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卢卡社维奇 在欧安组织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上表示 乌克兰军方正准备在外国情报部门参与下 在顿巴斯利用话五发起挑衅 他又称炮击居民点的情况变得频繁 欧安组织秘书长格雷明格周二发表声明 敦促乌俄双方保持克制 防止进一步挑衅并立即对话 以降低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的风险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在接受俄罗斯第一频道电视节目采访时 则对联合国安理会拒绝审议而方提出的 审议克制海峡局势问题表示非常遗憾 他说乌克兰当局采取预先策划的大规模挑衅行动 其中包括信息宣传方面的准备 还有进入战时状态使用武力恐吓和威胁使用武力 并引入外交资源和国际法资源进行自我掩饰等 将更进一步激化了俄乌关系 不排除乌克兰方面进行新的军事挑衅的可能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韩曾经承诺明年将会缩减双方联合军演的规模 以避免危机与朝鲜的乌克化谈判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今天表示美韩会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地方展开更为高级别的演习 与此同时朝韩之间铁路对接的项目也正式启动 韩方提出了考察的时间表正在等候朝方的回复 韩朝在板门电宣言中 旧铁路与公路对接以及现代化项目达成一致 韩国政府正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展开磋商 准备韩朝铁路的联合考察 韩国政府也已经向朝鲜提出考察的时间表 据悉考察计划在本周内启动 预计所需时间为20天左右 双方正在就此协调 不过朝方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布朗在接受美国国防新闻周刊访问时 强调美韩维持军演的重要性 他表示美韩两军在朝鲜半岛海域可以进行小型军演 不过更高级别的联合演习 需要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地方展开 例如是夏威夷以及阿拉斯加等地 布朗强调 美韩同盟在面临挑战的时候 只会变得更加巩固 朝鲜外宣媒体 我们民族之间发文谴责美韩针对朝鲜的人权问题 旨在否定朝鲜的尊严和政权 并与之对抗 势必阻碍美朝双边关系改善 以及建立互信 无助于事态发展 文章还猛烈抨击韩国 与其他国家联手通过有关协议 是背叛同胞 朝鲜另一个宣传媒体回声也表示 这是为了妖魔化朝鲜 希望达成阴谋 就是向平壤施压 迫使朝鲜在无核化谈判中让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第二届中韩省长知事会议 周二在北京举行 会议是以中韩地方政府携手 走进新时代为主题 有7名韩国市道负责人 10名中国省市负责人出席 其中首尔市市长朴延纯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 强调中韩关系经历波折之后 会更加紧密 平原纯时隔三年再次访问中国 2015年韩国爆发中东呼吸综合症 疫情时 他曾经亲自率团访华 宣传首尔旅游 而这三年时间当中 中韩关系在2016年 因为萨德问题跌入低谷 中国富汗游客大幅缩减 直到2017年底 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 萨德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中韩之间在渔业 露满治理等问题上 依然存在分歧 平原纯强调 要一点点积累 双方的民间感情 培养更大成果 国国河会议政策 国国家关系 Quoting 늘 저는 때로는 걸림도 있고 또 좋은 날도 있고 그렇다고 생각합니다 그럴수록 오히려 지방정부의 교류가 저는 굉장히 중요하다고 생각하는데요 그러니까 이른바 local to local people to people의 관계가 어떤 국가적 이해관계를 넘어서 국민들 간의 아주 강력한 어떤 신뢰관계를 만들 수 있다고 美尊重問題是韓國人,中國人會進入過的那種, 香港人也說出過的那樣, 香港人也說出過的, 香港人也說出過的那種, 香港人也說出過的那種? 我們沒有什麼, 我看起來不準確, 我們要保持得更好的問題, 我們要保持得更好的問題, 我們要保持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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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纯力推中韩生态环境保护合作 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韩省长知识会议 就环保问题进行专题讨论 他还透露首尔于北京将就雾霾问题组建共同研究项目 凤凰卫视霍维伟 霍维运 北京报道 日本众议院昨天对引进外国人才的法案 进行表决 在野党强烈反对 但是执政党多数赞同法案获得了通过 日本将从明年开始大规模的引进外国人才 日本国会众议院法务委员会 周二对引进外国人才的法案 入管难民法修正案进行了表决 执政联盟和日本维新会多数赞同 法案获得通过 在野党立宪民主党 国民民主党 共产党等党派强烈反对 部分议员包围了委员长 有议员伸手阻挡委员长发言 气氛紧张 在野党批评法案内容漏洞百出 为反对法案通过 周二 六个在野党向国会提交了 针对法务大臣的不信任决议案 但被占国会多数席位的执政党否决 在日本国内对于这个外国人才法案 既有左翼反对也有右翼反对 左翼认为不能保证外国劳动者的权益 而右翼则反对引进外国移民 不管怎么说 日本即将开始和外国人共生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法案称 将新设再留资格特定技能 分为两种 特定技能一号资格 再留期限五年 不能携家眷复日 而掌握熟练技能的外国劳动力 可获特定技能二号签证 再留资格不设期限 家属也可复日生活 而引进外国人才的具体行业 目前日本计划包括 护理 餐饮 住宿 农业等14个行业 法案预计之后 送往日本国会参议院 表决通过 从明年4月起开始实施 凤凰卫视 李淼 善金正胜 日本东京报道 下期我们会关注到的是 李克强会见塔德伦 表示关注英国脱欧的进程 并将继续推动中英 中欧关系发展 林真月娥表示 香港立法会补选后的 政治板块变动 对他的施政没有影响 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 下个月在台北举办 第九届护台双城论坛 市中车我们带来 两岸的关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今天与北京 会见了到访的英国前首相 卡梅伦 李克强表示 中方高度的关注英国脱欧 进展并且将持续的推进 中英中欧关系向前发展 卡梅伦辞访指欧盟在上周末 刚刚通过与英国达成的脱欧协议 李克强在会谈中就指出 中方高度关注英国脱欧进展 也将继续推进中英中欧关系 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卡梅伦则在会谈中会顾起近几年的英中关系 指出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 英中关系进入黄金时代 取得了很大进展和成果 这也证明英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木皇卫视 李小文言博健 北京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刚刚惊险连任 随即就展开了第九届双城论坛准备的程序 预定在下月20号与台北举办 力邀上海市长应勇出席 今年定调以循环经济为主 被问到两岸的论述 他避重就轻不提两岸一家庆 台北市长柯文哲惊险连任 随即宣布今年的上海台北双城论坛 预计12月20号在台北举行 大家都不赞成在选前办嘛 可是选后办我们当时说也不要说 脱过这个任期嘛 所以变成选团马上要送件 因为还要送陆委会 还要核准 还要双方 其实还要什么公文往返 所以我们知道在上班的第一天 昨天就送件给陆委会 其实老实讲那种正常公文程序 走来走去都要搞一个月 所以我们要希望一定要在12月25号以前办嘛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在选战期间 柯文哲刻意绝口不提双城论坛 缺点年论之后 对于今年论坛的两岸论述 却变得保守 只称延续五个互相 互相认识 了解尊重合作与谅解 但很明显必重就轻 我觉得今年的双城论坛是这样 我的定调是这样 柯文哲还是柯文哲 台北还是台北 双城论坛就是双城论坛 两个一家金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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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不要再很模糊 让人家觉得说你是骗蓝骗绿骗北京 他一直回避 即便就是在12月底去举行了双城论坛 那这也不代表未来台北市 跟在大陆方面的一些城市的交流 会一路顺畅 台北市政府已经发出邀请函 邀请上海市长英勇来台 这届主题是循环经济 希望通过交流 推动两市在健康文化公共住宅 与都市更新环保方面深化合作 据了解也有不少企业 向台北市政府探寻 希望能够参与论坛 凤凰卫视陈永文王世凯 台北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 中美贸易战持续影响香港 特区政府会严阵以待 并会继续向国际社会解释 香港是独立关税区的定位 另外他说重视与立法会的关系 认为立法会补选之后的政治板块变动 对他的施政没有影响 香港立法会九龙溪选区补选 由建制派支持的陈凯辛胜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指 立法会选举后政治板块的变动 对他的施政没有影响 会继续与所有立法会议员合作 大家都留意到我自从去年7月1号上任 我都是非常重视和立法会的合作 亦都是比较频密地出席立法会 回应各党派议员对于特区施政的意见 亦都是很积极跟进各党派议员提出的可行的建议 我都会管着这种管制的风格 继续跟所有立法会议员合作 对于中美贸易战持续 林郑月娥表示 特区政府过去半年推出不少应变措施 协助中小企业应对 未来会继续向国际社会解释 香港是独立关税区的定位 我们21年来都是保持着我们自己有一个关税区 亦都是跟外国政府紧密合作去处理 在这些贸易上的问题 我们会继续去解释 10月份的出入口的数字又比预计是好 所以这个情况可能都是不断地变化 但是大家放心 我们一定是会认真以待 采取所有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 将这场贸易战对于香港的经济 民生的影响是减到最低 他又指特区政府会密切监察 港珠澳大桥通吃后的出入境人流 会继续改善对东冲市民造成的不便情况 凤凰卫视陈水华香港报道 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今天率领港府代表团 从广深港高铁西九龙总站出发 乘坐高铁前往福建福州出席 民港合作会议第三次会议 他强调香港与福建在多个领域要加强合作 香港有120万我们香港人是原值福建的 每六个港人里面一个就是福建 第二就是我们也跟福建的关系很密切 福建最大的外地的投资来自香港 很多港商在那里 早前已经有很多企业 有很多生意在那里了 再加上现在高铁很方便 我们有10个点 由香港可以高铁 很多班次可以去到 张建宗表示 这回是特区政府官员首次从香港乘坐高铁 进行官方外访 他也期待体验5小时40分钟的车程 而对于日后 其他的官员是否也都会乘坐高铁访问内地 那要看行程安排 在福建期间 张建宗会与福建省和厦门市的官员会面 并且到武夷山探讨民港两地青年合作事宜 还会在福建工作经商和求学的港人进一步的会面 那这一回随行的还包括了有政治及内地事务局 教育局和商务经济发展局的官员 下期我们会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的官员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成就瞩目 一会儿见 始终车我们带来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起看看两岸三地青年股市的收盘情况 首先是内地的护身股市 延续缩量整理的态势 市场的气氛也可以说偏为比较反复 影响到了是反复的震荡 那户指跌幅是0.04% 胜成指的升幅是0.25% 而香港的股市今天是走势震荡 投资者也观望中美元首会晤 先行获利离场 所以拖累了大盘无力进一步反弹 恒征指数的跌幅是0.17% 至于台湾的股市微升 市场也观望贸易纠纷的进展 影响大盘的走势震荡 教权指数升幅为0.14% 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在社会经济发展 以及科技创新领域 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巴基斯坦前驻华外交官表示 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的情况之下 相信中国会坚持多边与开放合作 为世界多边合作模式 与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开启新的局面 一起看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自由变在中国上海长大的 巴基斯坦前驻华外交官 泽米尔·阿万 向记者谈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 在经济 政治和社会方面所经历的巨变 在1980年里 当我学生在中国 当我学生的学生 经济华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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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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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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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万 称 中国在短短40年内 通过资力更生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 取得了巨大成就 越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切都离不开 中国人民的艰苦 奋斗与勤劳劳劳 同时也离不开 中国领导人的远见着实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 也对世界做出重要的贡献 阿万表示 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 提供了强劲动力 随处可见的中国商品 和中国制造便是例证 不仅如此 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也推动了经济全局化 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泽米尔 阿万还表示 正与劳劳领导的 巴基斯坦新政府上台后 对中国改革开放 所释放出来的发展潜力 和所取得的成就 生成折服 并希望学习和借鉴 中国改革开放的治理经验 以便解决 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 乏力的难题 早前结束访华的总理 伊姆兰涵 会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 作为新政府 历经投掷的榜样和目标 富汗汇记者张宁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法 报道 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 一连三天在香港举行 而宣布培育出了世界首例 基因编辑婴儿的内地科学家 贺建奎 在明天的峰会上 会正式发布全盘报告 峰会处委会主席 美国生物学家 戴维巴尔丁摩指出 在看完完整的报告之前 他不做任何评论 而港科院院长徐立芝强调 基因改造实验 需要遵守一定原则 内地科学家贺建奎早前宣布 11月在内地成功诞生了 一对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婴儿 一出生就对艾滋病免疫 如果事件属实 这将是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不过事件同时引发 国内外科学界的极大争议 包括质疑这项研究 违背医学伦理和法律法规等问题 据了解贺建奎28号 将会出席正在香港举行的 第二届人内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 并且发表演讲 峰会筹委会主席诺贝尔想得住 美国生物学家戴维巴尔丁摩指 没有看过贺建奎的报告 因此暂时不做评论 他指委员会对于基因编辑 持开放态度 港科院院长徐立之强调 基因改造实验有一定的原则要遵守 包括是不是没有其他可行性选项 禁止用于非医疗需要的基因改造等 我们今天不知道他会说什么 而教授们在大营会议里说什么 我们都不可以以先知道 当然他对自己说的要负责任 我都不知道看到这些是什么事情 所以一定要听着教授说完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有所有关问题 而徐立之早前就表示 现在全球的基因编辑技术还没有成熟 稍有不慎将产生副作用 而改变生殖细胞有机会影响到下一代 所以处理时必须确保安全 国际峰会一连三天在香港举行 将会共同探讨人类基因组编辑科学 和技术的应用伦理和管理等问题 风卫视潘楚源香港报道 这项基因编辑婴儿的试验 是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 和深圳河美富尔科医院的合作项目 并且通过了河美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 但是院方在今天发布声明称 从来没有参与魏建奎团队 这项实验 实验当中所提及的婴儿 也并不是在他们的医院分娩的 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官网信息 贺建奎注册的HIV免疫基因CCR5 黑胎基因编辑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项目 批准研究的伦理委员会 为深圳河美富尔科医院伦理委员会 在审查申请书文件上 院方七人签字同意了贺建奎实验 符合伦理规范同意开展 不过院方在27号声明中表示 签名有伪造协议 将申请公安机关介入调查 贺建奎名下有多家与基因科学相关的公司 其中汉海基因回应传媒表示 基因编辑婴儿并非这家公司科研项目 银河生物总经理陈鹏对凤凰卫视表示 贺建奎虽是公司法人 但未参与公司具体运营 公司与贺建奎基因编辑项目没有任何关系 对项目不知情 生命科学在21世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着人类的命运 这场经编辑婴儿所引发的巨大的争议 也让更多的普通公众参与到科学的探讨 直面科学发展和伦理禁区的问题 无论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科学发展的脚步都让我们必须更加认真的审视 如何才能让科技发展真正的服务好人类 方卫视张细雨淡深圳报道 既台湾爆出了流感疫苗内有不明悬服务之后 香港卫生署表示大约17万5千只受影响批次的疫苗流入了香港 其中7万5千只已经被使用 香港医管局今天晚间宣布 他所辖的所有公立医院和门诊诊所立即停用受影响批次的疫苗 并且暂停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接种服务 医感局已经要求药厂尽快的补给疫苗 预料相关的接种服务会在周六陆续恢复 目前香港暂时没有接种流感疫苗后所出现的不良反应报告 但是医管局会继续跟进最新的状况 并且要求药厂提交全面的调查报告 好我们今天最后来关注天气交给气象主播王一 本人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 灰埋的天空 嗆人的空气 闭身的建筑 24号以来呢 津津季的小伙伴们一直都在朋友圈里晒埋 对这一带的污染物之所以会迅速的累积 主要是受到明显逆温高湿度还有东南风等不利条件的影响 而今天呢虽然说刮了大风 可是风卷着沙尘 那空气当中PM10的浓度呢依然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实际这空气呢也并不怎么好 那明天随着弱冷空气继续清扫 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北部一带 这个雾霾天气呢将会逐渐的消散了 可是要注意在河北的中南部 山东的南部还有河南南部呢 这空气呢依然还是比较差的 而且与此同时呢冷空气还会继续给东北地区制造降温 大城市当中我们来看比方说像是哈尔滨 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到零下6度 但因为这一次冷空气的实力一般 所以当它到达江浙户还有安徽一带的时候呢 是没有能力能够清扫这一带的大物的 而且它还带来了北方的霾 所以呢一直要到12月2号江浙户以及安徽地区 不仅能见度差而且这空气也不会太好 所以要提醒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同时你要记得戴好口罩做好防护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 北京多云零下3到9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零下10到零下6度 长春多云零下10到零下3度 沈阳多云零下8到3度 天津多云零到11度 霍浩特晴天零下9到4度 兰州晴天零下8到9度 兰州晴天零下1到11度 银川多云零下4到10度 拉萨晴天零下6到14度 成都多云8到17度 重庆晴10到17度 贵阳晴天7到19度 昆明晴天零下9度 昆明晴天零下7到12度 太原晴天零下7到12度 石家庄多云零到9度 济南多云3到14度 郑州晴2到15度 河肥多云6到19度 南京多云7到16度 上海多云13到17度 武汉晴5到20度 长沙晴10到20度 南昌晴10到20度 杭州多云10到17度 福州多云15到21度 台北多云19到22度 南宁晴天14到27度 海口震雨20到23度 广州小雨16到22度 香港小雨18到21度 澳门震雨18到23度 在雾霾肆虐的秋冬时节 找一个空气清新的地方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 这里的空气质量 一直都是位于全国前列 而今年呢 这里还获得了中国雪都的称号 昨天的阿勒泰地区的可可陀海 国际滑雪场迎来了首滑 吸引了众多滑雪爱好者前来体验 这里这个滑雪区域山体垂直落差呢 有1200米 可滑行的长度呢 达到了9.5公里 所以说冬天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不妨可以来这里体验一下滑雪的乐趣 同时呢 也能呼吸下新鲜的空气 一举多得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外城市预报 没最后?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제를超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